香港七一大游行前夕 大批穿黑衣示威者 推着铁龙车冲撞立法会大门 一次 两次 三次还不够 铁条 铁马全出拢 立法会大门剥离 应声而破 警方不断举红旗警告 紧张冲突再升温 当时警方是以喷洒胡椒 喷气的方式来驱赶示威者 因此记者现在连线的时候 也都必须要戴上口罩 因为空气当中实在是非常的呛辣 今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 因为反送中条例 港民不满情绪高涨 下午两点多聚集维员中央草坪 因为有抗议人士冲击立法会 七一游行终点 也将由京中政府总部 改为遮挡道 我们都很爱香港 我们希望在这个土地上面 我们最正式的就是我们的自由 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放弃 现在为止看不到有这个可能性 港民不顾烈日走上街头 根据大数据预估 至少数十万人再度上街参与游行 要求撤回送中条例 特首林郑月娥下台 港人不满情绪高涨 要让港民完全平息怒火 就看港府如何回应人民诉求 欢迎新闻 林继祥 郭艳廷 张哲豪 香港采访报道 各种官员 文放